来插播报道 现在先来为您告诉您的是 这是根据外电的报道指出说 在意大利北部的特伦托山区 现在是发现了一具女性的尸体 而从这女子身上随身的背包当中 找到一本中华民国的护照 初步调查 死者很可能是在英国工作的台籍 黄姓女子 她是在去年12月的时候 独自到了特伦托旅游 疑似是失足 坠骨失文而死 现在外交部接获消息之后 已经是安排家属在年后前往认识 意外发生的特伦托 位在意大利的北部16世纪时 因为天主教大公会议 在这召开而名流青史 如今的特伦托人口不多 葡萄园切莫纵横 山巒风光明媚 一直是全意大利名列前茅的 适宜居住城市 因此疑似台籍黄姓女子 会选择到这里旅游 似乎也不意外 而根据当地警方出步调查 这名疑似黄姓女子 是在英国工作单独到意大利旅行 当她的遗体被发现时 脚踝有明显伤痕 很可能是因为山区洁兵路滑 不胜失足跌落山谷 但因为事发地拉比山谷 人言罕至无人救援 导致失温致死 而且推测她12月就已经死亡 直到2月初才被人发现 并且在她随身的背包中 找到一本中华民国护照 由于女子的遗体 脸部已经模糊 因此无法却身份 但推测极有可能 就是台籍黄姓女子 而家属抵达意大利认识 若还是无法辨识 将采取DNA比对 东森新闻主张谢盛凡 在台北报道